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梦回远古时代打一个封窗 加挽留的插眼杰克 好久没有在这张地图打这样的一个杰克了 来看一下中场第一个人是谁 当然也是因为这套阵容 看见了 先插个眼 看一下他的一个位置 直接拉开了 那我们就不穿这个洞了 找机会 还有一个洞 板子下掉 走位还不错 好的 这里当面打洞给机会了 刚才的走位是躲 我无论当时还不错 那这里我们选一个椅子挂吧 看一下 我想挂 我这边因为是带没有带底牌 所以我签人速度是比较慢的 签不到中间 就是签那个油桶是签不到的 所以是我这边选择算了 这就留点远 如果带了底牌可以尝试一下 挂到中间其实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挂到这个位置 他因为比较的狭窄 我们能够判断到的就是中间应该是一个佣兵 因为刚才看见佣兵在这个方向 然后到中间 耳鸣是一直没有触发 这里先插个眼 这个地方插个眼 可以很好的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做个预警 再往回退一退 看一下有没有人过来偷 祭司已经过半 耳鸣触发 那应该是有其他人过来了 或者说佣兵绕路过来 我这边是没有看见 来了 一刀甩 来 别救了 还来 这个是救不下来的 但是我还是要谨慎一点 看一下万一别人来偷 好 这个血线应该是偷不了了 压出去 乌刃一秒钟好 一刀乌刃 nice 这刀乌刃比较拼 打得到 当然是赚的 打不到 这里的说话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可以再一波加速 差不多这个位置 他一定会交一个孤 那么如果说被他 躲掉了这刀乌刃 他交一个孤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马上可以再次进入隐身 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是一些 打得比较多了以后的一些经验 就是打中术师 这刀乌刃交 打中了是怎么样的 打不中又是怎么样的 想得比较透彻了以后 你就会打得更好 继续过来 这局现在打到这个局面 就是慢慢防守就可以了 往回退退 所以说 看这只乌鸦 这边再他给你补一下 好 这边注意到 看见足迹了 用并在这里 我最好是再插个眼 把它照出来 看见了 要打一波双挡 他也不急 我也不急 好 復币一交 可以 往回走 这刀没打好 再补 站在误区里面 这个咒术师是上挂飞的 不用去追求双挡了 刚才这波防守 被这个傭兵躲掉了 这刀乌刃 那么现在就是扎扎实实的追求 把这个咒术师挂死 他会交过 跟他拉开距离 一刀乌刃 要差一点点 这刀乌刃 差了0.5秒 这里又要讲到另外一个小细节 就是杰克的乌刃 但是在一跳0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挥刀 这个误刃是会出去的 就是一跳0的那个阶段 但是刚才我好像稍微的找了 那么一丢丢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把已经是一个稳定三杀起步的局了 找一下剩下的人就可以了 点击修的到时还挺快 我等你 还有一个吧 好 忽必交完 看他走位 就想躲无人 给你躲过一次了 你还想躲第二次 电击应该是没有那么快 刚刚调生的台电击 是新开掉的 我们看最后再电击 看见了 在大门 挂上以后 最差调生尸 可以挂的离这个调生尸远一点 这样的话呢 万一待会追击过程当中 没有出现误刃双刀 这种情况一刀叉刀不至于让这个调生尸一拨 对吧 加速过来 把这个人给捞下来 那我们又要花很久的时间 先把这人挂上 反正这把就是慢慢来就可以了 压过去 通过耳鸣来判断一下 那么走到这个位置没有耳鸣 意味着这个调生尸应该是往大房那边走了 我们也不追求一个死杀了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视频很久没给大家带来 就是这么远古的一个打法了 确实是因为这套阵容 这套阵容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四个穷者除了傭兵以外 我们其他人都能尝试抓一抓的 而且并不是那么需要闪现了 因为我们只要不进大房 再加上我带了封窗 其实进大房也是可以抓 再配合插眼 那么还是要看阵容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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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